六月下旬的多伦多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好最舒适的季节 这个周末是父亲节 天气晴朗阳光普照 象征着父爱无边啊 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怎么来刷一下存在感呢 我决定把我们家的车道修整一下 工具材料准备完毕以后 首先是要把车道的裂缝也填补好 因为加拿大的冬天 多雪多风多炎 车道及房屋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所以每到夏天这个时候 就是修补车道和房屋的最佳时机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是其乐无穷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 尤其是移民以后这么多年 我已经学会了敬畏 还特别学会了一个英文词 叫Svive 按中文的意思就是活着 阳光照在身上 顿时感觉维生素D增加了不少 从远备住看 我刚刚从刀楼店买的红色工作帽 熠熠生辉 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 看看这两位父亲 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无非是一个戴着红帽子 一个戴着黑帽子 一个穿着T恤 一个穿着棉袍 经过两个小时填补工作 终于大功告成 下面一个工作就是要用沥清油 把车道路面密封起来 以前我是用刷墙的办法 一点一点的刷 后来去看了一下邻居刷这个车道 才知道把沥清油直接倒在车道上 然后用刷子直接推 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 过去我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 现在只要不到40分钟 就可以刷一遍 前院子的车道即将完工 后院子的迷你塑料游泳池也即将投入使用 因为这个疫情啊 孩子去不了游泳馆 就在网上订了这个塑料游泳池 买回来一看啊 才知道太小了 不过呢 也只能硬着头皮打上气 然后往里边放水 你看这孩子还真会享受 边看放水 还边吃甜点 这下水的剪彩仪式咱就免了 直接以身试水吧 看着游泳的姿势就知道不是钢琴老师做的 还真是那么回事 就是这自由游 简直不太自由 也好 通过练习呢 可以掌握用力游 而停在原地不走的游泳池 这个父亲哥 过得还真是挺累的 我说 看我视频的诸位爸爸们 你们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累着并快乐着 祝你们节日好 还有我们节日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